她拍手 是不是 要拍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才跟我说是他 然后好像第二天他就要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直接见吧 反正人都是要相互培养 相互培养感情嘛 文公子 奇怪 怎么摸起来 像是你自己长 文公子 奇怪 这触感 是皮肉 怎么摸起来像是你自己长 承让 正是不才 自己努力尝 正是在下 不才自己努力尝 吃饭 马姐叫吃饭 马姐说 必须得来吃饭 认识一下自己的对手 第一印象就是对了 龚老师的声音很有印象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好听 我觉得第一次见面对他 印象特别深 其实我 我很喜欢通俊的声音 就是 很低沉 很低音泡的声音 因为我自己 可能就是人没有什么 就喜欢什么 这种声音你知道吗 就是我没 我的声音是比较那种轻量型的 他都有 但是你 你的声音唱得很好 这和唱歌没有关系 说话的时候的声音 这跟你的习惯有关系 唱歌就是跟你的习惯有关系 哎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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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这这我呀 哎也不算羡慕吧 就是 张老师的声音唱得很好 每天晚上见来说 哇 刀子好高啊 就是 帅小伙 颜值是 帅哥 颜值就这个就不用考虑了 对吧 然后剩下来就看看 演戏怎么样 或者是就是 这个就开始训练 第一次见面 你就要夸我 非常会照顾人 端水大师 给我加了菜 给马姐再加 给马姐加了菜 我就给我加菜 这个 还不如不说 他这个人 刚开始太冷了 龚俊本人性格 他就闷闷的 然后也不爱说话 他们来了以后 我当时就突然发现 龚俊是特别害羞的 大孩子 然后 不要说话 好的 然后就没有 就多也没有给你扩展话题的那个机会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记得第一次吃饭的时候 哲瀚因为 可能还好 因为 恒电 他因为经常 女孩 又是一个 虽然比较成熟 老的演员 他就会稍微待一下 那个场面 然后呢 也因为是跟 龚俊初次见面了 他也会 就是跟他聊聊天 帮他倒到酒吧 什么的 但是当时 我其实回去的时候 我就在想完了 这个的话 真的是 因为 温客行这个角色是特别 窝燥 应该算是 外放 话多 外放的一个人 然后我 我其实 我 我其实 单独跟那个 龚俊聊 聊过的 我说 你这个性格得 外放一点 我说你演的时候 一定要 那个 放开一点 不能 这么 屈蚀 他呢 对自己很有信心 一直跟我说 你放心 我肯定行 我可以的 姐 你放心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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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见面的那一场戏 我的出场 小臂无状 见笑 奇感 是我梦浪才 她的打戏都是那种 就是真用手的那种 肉搏 因为她不想写的事情 好像我的打戏都是你拍的 我知道呀 Zither Harp 阿絮的妖姑 得从童子连起 这帮臭药饭的 乃是她的对手 永死 幽魂 优优独播剧场 能与心底的情愫 与谁共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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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立马会逃离这个地方 我害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